8点31分 观众朋友您看 这很像哦 左短右长的顶上毛发 据说现在是从韩国流行到台湾的 所谓草泥马头 韩星张根说 阴柔的气质吸引不少女性粉丝 不过这颗头左短右长的发型 现在在韩国整当红 在韩国很多男艺人都留这种头发 却被网友说 看起来像草泥马的头 因为之前在网路上出现了这张照片 仔细比一比 看起来还真有几分相似 不过这股风潮也吹到台湾 包括罗志祥 严雅伦都留过 连女艺人贵伦美 之前也曾剃过类似的发型 而小鬼虽然为了拍戏剪掉头发 但之前在电影中也都是这个头 我就觉得他卷得很酷 方便剃掉 那真的就 如果我当初真的做我就真的是草泥马了 不准艺人爱留就连发型师也说 这种头现在真的很流行 因为可塑性高 你有时候可能可以把它做得比较旁客味 然后让它上面的层次可以更立 那也可以说利用长度比较长的这边呢 做一些大波浪卷度出来会比较盘风的味道 不管是药卷药质或是要分任何一边 草泥马头都可以随意变化 但看看真正的草泥马其实是长这样 而这张草泥马头发被分边的照片 是不是被网友哭走就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头发现在真的很流行 TVBS新闻联志雄人家台北采访报道